大家好,我是Peter 然後今天我要帶來的提案是有關距離Vsummit議程組的相關討論 那我們現在有了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有了感謝Yelsoor他現在在高鐵上的樣子 感謝Yelsoor還有參加討論的大家 然後其實我們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議程表 大家看一下就是可能現在看不太清楚 可以直接參考檔案上的那個東西 然後我有放連結在上面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這邊是7月1號嘛 所以我們距離我們的明年的summit還有308天的時間 所以就是我們會還有很多的計劃開始進行 那其實比較重要的幾個計劃 包含說我們8月12號要定好我們的議程委員會 然後9月10號開始做CFP的公開增稿 然後還有12月10號會是預定式CFP公開增稿截止的時間 這個是可能今年接下來會比較重大的議程 議程組的相關的日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議程委員召集人出來了 感謝比林願意跳坑 然後對然後我們目前要再找4位議程委員 負責金有分控的審稿工作 那相關的工作需求包含了就是可能 因為有議程的增稿會有中英文的內容 所以中英文的文字閱讀可以順利流暢的閱讀的話 是一個基本的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大的一個需求 然後也要有一個能夠理解開源社群文化的一個內容 然後也具有就是社群的協作經驗 那其實比較重要的是因為8月12號定案之後呢 議程委員要先申出就是增稿相關的主題 所以定案之後其實會有一系列的開會 一系列的會要開 沒有不一定 可以不一定 因為都好像也是議程組的會議 工作會議 所以議程委員的會議如果要 沒有那個是議程組啦 那議程委員的會議其實不一定要跟著這個時間 但如果要跟著這個時間的話也可以 只是就是到時候要再想辦法協調 怎麼樣協作這樣子 那其實比較重要的是我們會避免四個人 是由單一性別的組成 那當然議程組的參與成員 目前來說的話 我跟Yellow Soul都是生理男性 那剛好有一位Vivian是女性 所以說就是希望也有更多的多元性別的人可以加入 不管是議程組還是議程委員都是一樣的 那如果大家有認為身邊的朋友適合 擔任議程委員的人的話 也都歡迎推薦給比林 對 啊 剩一分鐘 我們目前還持續招募就是議程組 那包含說就是工作的話大概會是這些 包含說8月12之前要完成增稿機制的確認 然後還有包含確認協助議程委員確認增稿主題 然後CFP增稿擴散資訊等等的東西 然後比較重要的是我們還有網站設計跟工程 然後還有資料設計 資料整理跟工程 這個東西的話 等一下歡迎大家就是可以來我們這邊討論 然後就是也可以跟我們一起討論這樣子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要討論的東西 就是包含第一個是企劃書的主題 我們目前列出了四個不同的主題 數位治理的進化與挑戰 資料驅動創新 草根開放的公民社群 如何回應政治與科技產生的極權 以及數位時代的同理心 那我們目前要第五個主題還沒有想出來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個主題有興趣的話 還可以歡迎跟我們討論 第二個是增稿機制的部分 然後第三個是比較重要的COC的部分 其實是希望針對這個事情來進行討論 就是有投稿者如果投稿了自己覺得有趣 但是具有冒犯性的內容的話 或者是他在投稿的過程當中沒有特別的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就一定有很多冒犯性這個都要定義討論 這又是跟Media有關的治理機制的部分 然後我們有最後調查表單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們填 謝謝 謝謝Peter 真的很希望大家願意報名 林林感謝你們 觀看 よろしく